这样子两侧盖满民宅 住户人车来来往往 下午时段也很热闹 侯友宜妻子设立的公司 在新庄所买的地 连附近住户都表示机能性很高 房价也不断上修 若想看球赛走路就会到 实测看看从这里走到新庄体育馆 从巷子里面直直走不用转弯 不用两分钟就能抵达新庄体育馆 在这附近吃喝不是问题 还有补习班教育资源丰富 除了邻近体育馆 棒球场离新庄捷运站约六百五十公尺 走路九分钟就能到 而想去庙节夜市逛逛 约要走十五分钟 如果换交通方式 开车十分钟内都能到 新庄区复兴段二五三二五四地号土地 根据公开资讯以复兴段二五三地号为例 面积约两百四十六点九九平方公尺 土地使用资讯为住宅区 但为什么不能都更 法规的限制里头 最小的这个基地规模 至少都要一千平方公尺 就是至少要三百平 那以目前的这个基地规模来讲 基本上没办法达成狭窄的这个项弄条件 拓宽八米以上 可能有实际执行上面的困难 房产土地成为二零二四公房焦点 居住正义各界关注 华市新闻草生红协宇 新北采访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